朝鲜的前世今生四 东汉时期为了控制政权现任皇帝的太监集团和前任皇帝的老丈人家族 没完没了的玩宫斗戏 汉衡帝时太监打败了太后 但太监专政似乎比太后专政更离谱 国家被搞得一塌糊涂 太平道的总教主张角于是趁机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 内忧外患之下 东汉朝廷不得不授权地方势力镇压叛乱 最终虽然平息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但军阀格局诸侯争霸的局面也形成了 趁你病要你命 这样的机会高高离当然不会放过了 于是再次脱离汉王朝 试图侵占辽东 很不巧高高离的天敌出现了 公元190年被罢免官职 失业在家的公孙杜自立为辽东侯 尽管辽东的势力范围只有高高离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 公孙杜却做了一个很让人吃惊的决定 直接进攻高高高离 更让人吃惊的是公孙杜竟然打了胜仗 而且是大胜 最让人吃惊的是高高离竟然向公孙杜称臣 一个貌似势力庞大的国家 给东汉的一个地方诸侯做小弟 公孙杜死后 公孙康继任辽东太守 公元207年 公孙康杀了被曹操欺负的无家可归的 袁上袁西两个倒霉兄弟 曹操夺贼 趁机以汉宪帝的名义加封公孙杜为左将军香平侯 稳住公孙杜 曹操才好大军南下 一统天下 可惜一年后 势力之战的一把火烧掉了曹老大的梦想 同样公孙康也争取到了时间 去解决后方的高高离 公元209年 公孙康大破高高离 顺便还把高高离国都内城烧得干干净净 高高离被迫迁都到宛独山城 公元229年 卫属吴三国正式形成 高高离决定抱吴国和魏国的大腿 来对抗公孙家族 但吴国和魏国本身是相互敌对的 高高离和孙权搞得太暧昧 魏国皇帝曹瑞当然看不下去了 在魏国的压力下 翻脸比翻书还快的高高离东川王 立刻和东如绝交 公元234年 诸葛亮病死五丈元 魏国去了心头大患 准备解决公孙家族的格局势力 三年后大魔王司马懿率四万大军 征讨辽东 几个月后 公孙家族就彻底灭亡 辽东的地盘自然转到了魏国的手里 公孙家族的毁灭 让高高离东川王乐坏了 于是又干起了老本堂 时不时去攻打辽东的一些边城 抢些好处 几场胜利后 东川王开始膨胀了 做起了一桶辽东的春秋大梦 他哪里知道把高高离摧残的 哭天喊地的公孙氏 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 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诸侯 而此时魏国的主要经历 还在应付无数两国 还没有功夫处理高高离 这只翻不起大浪的小虾米 公元244年下 魏蜀无三国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魏国立刻派冠秋简带领一万兵马 讨拔高高离 高高离东川王亲自率领两万兵马 在两口和魏军决战 两口位于现在的吉林省通化市江口村 魏国军队常年对抗蜀国的北伐 和吴国的偷袭 很多兵将都是从真刀石枪的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 而高高离军最多只是在辽东边城 小打小闹 显然东川王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认为自己兵马是对方的两倍 就很傻很天真的 采取了毫无章法的群殴阵型 结局很明显 东川王败的很惨 只带了少数残兵败将 逃到坚固的宛独山城 宛独城一手难攻 东汉初年 高高离大悟神王就是依靠宛独山城 躲过了王国的命运 万秋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他把山城围了起来 发现山城的西北方向 山体虽然很陡峭 但守兵也很少 于是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 假装从正面强攻 同时选派一些身手敏捷 擅长攀登的士兵 携带兵器和绳子 偷偷爬上西北山崖 迅速杀死上面的守兵 攻破了宛独山城 东川王见势不妙 迅速跑掉了 冠秋剑很凶残 几乎杀光了全城的军民 然后撤兵 第二年冠秋剑再次讨伐高沟黎 东川王早被吓破了胆 丢了城就炮 冠秋剑派玄都郡太守 王岐追赶东川王 但东川王的逃命功夫 真的不比魏晓宝差 王岐追了一千多里 还是让东川王跑了 东川王虽然躲过了追兵 还是在郁闷中死掉了 为了纪念这场胜利 冠秋剑在速圣的边界地带 立了块石碑 用来记载讨伐高沟黎的攻击 然后满载而归 1906年 吉林省吉安市乡民 在修路的时候 发现了冠秋剑纪念碑 可惜的是 只剩下纪念碑的左上角部分 目前在辽宁省博物馆保存 冠秋剑东征 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 魏国的势力扩大到现在俄罗斯滨海地区 高沟黎几乎亡国 在以后的四十多年 高沟黎人不敢入侵辽东 向魏国和后来的晋国纳表称臣 公元269年 西晋王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 但这样的和平没有维持太久 巴王之乱后 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逐目中原 烧杀抢脱 北方的大汉民族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是危机还是转机 百计新罗高沟黎 是联合还是火中取栗 我们下回分解